高雄中学创校百年 校方办百年校庆大会 副总统赖清德和身为熊中校友的 高雄市长陈其迈一同到场见证 我不是熊中的校友 没有办法像齐迈刚刚 如数家珍 我现在也不是高雄市长 可以把围场放低 可以高球学校的老师 各科题目超简单一点 赖清德一脸震惊 当场宣布重大讯息 政府已经决定 我们熊中跟熊女中要合并 从下个学期开始 我们熊中的同学 可以熊女中上课 熊女中的同学 也可以来熊中 熊中学生听到两个知名学府要合并 还男女合班 立刻想起欢呼声 掌声更是持续好几分钟 赖清德几度欲言又止笑容 藏不住再补一句 大家高不高兴 高兴 今天4月1日是对校的校庭 也是国际愚人节 祝大家愚人节快乐 听到愚人节关键字台下学生立刻发现 一本正经宣布熊中熊女合并的副总统原来和所有人开了个大玩笑 又爆出如雷笑声 副总统赖清德代表总统蔡英文到场和师生同欢 几句玩笑话逗得师生乐开怀 成了熊中百年校庆 趣味插曲 三十七年关键 欧宇文高雄报道 四十七年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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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七年关键